大家好,我是老何 非常感谢大家帮我转发点赞 我这两天的流量又有所上升了 非常感谢 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帮我转发一下 特别是我的一些有技术含量的一些帖子 还有那种中午浇水的那些 我做了好多关于浇水的 关于肥料的那种专门解说的那种食品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你转发出去以后 可以挽救很多人的花园 特别是约记和绣球 那么通过花友问答 我也接收到了全世界方方面面 汇总过来的信息 那么就相当于我的经验 在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印证 说明不光是洛杉矶 是吧 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都可以用 那么具体浇水的次数还是要自己掌握 好我们来正题吧 老何谢谢您详细讲解 我看了您的视频才录首乐记 跟着您学简直喷药 喂汤 现在几颗乐记非常好 然后温哥华坐标 然后能否出一期讲讲拱门爬腾乐记 怎么牵引怎么修 好我们先来看他的花 他是完全就是之前没种花 那么看了我的视频以后开始种花的 像他这种 简单说就小白完全听我的话 就是简单 反倒是简单 种的不错 非常好 是吧 这三个都是他的 那么这个呢 略微这个高了一点 但不要紧 你花后修剪还是保持平衡 要把它剪掉的 反正修剪也是照着我的 那个很多视频 不错的 学的不错的 特别是这颗红色的 整个平衡啊 美感非常好 学到精髓了 说明 王婆卖瓜 然后所以说他想爬腾做拱门 那么爬腾做拱门呢 作为那个强体应用的腾本乐剂是大花的 风花的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作为一个直立性就是往上攀爬的应用乐剂呢 还是那种小碎花的 风花性好一点 可以没问题 但是如果说大花直立性好 它很容易就是顶端开花 就是你把它作为一个拱门应用的话 就是对花量上有浪费 不是说不行 就是那样子呢 就觉得做拱门更划算 做强体的应用更划算 你能看到的花是整面的更多 一定要做拱门呢 也不要一个拱门上就直直的往上攀爬 它是烙上去的 大家记住 不管是烙柱子还是烙拱门 它是烙上去的 那么首先肯定是要大型的腾本乐剂 大型碎花这种品种也有的 选那种碎花型的小 就是单半月剂或者少半月剂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它是不是一季开花的 有些蔷薇类的 你就春天开一季 那也没意思 这就是我对拱门的一个总结 那么具体品种呢 具体品种没什么好推荐的 还是要自己各地去挑 因为你在温哥华嘛 温哥华有温哥华的适应的品种嘛 温哥华应该还暖和的 下一个问题 老和您好 德州八区种的绣球 学习我的方法 现在种树树下 长得不错 但是你这个绣球我说一下啊 它种了多久 两个礼拜 学习方法 看它买来是这么一个状态 像这种盆栽的买来 这种花都已经咔嚓掉了 已经结束了就是 然后非常的嫩 这种都 我觉得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春花结束 然后这种属于打折苗吧 然后你想它今年再开花 有点难的 德州可能有希望吧 然后地栽成这样了 不错 蓬勃生长 改观很大啊 像买来的这种苗啊 都是高弹吹成这样 为了让它第一波花开出来 所以 现在去花店买 如果花已经结束了 就是那种 早先存货 你买来这样种下去 也很划算 如果是个打折苗 像这些枝头 不要乱剪 如果今年不开花 你也别剪了 明年会比较早 初夏就会开花 然后这种呢 这种 这种长不好的 这种都是属于伤口愈合 你不用管 你看新叶 你观察新叶 新的叶子好 就没有任何问题 妞妞 别吵 我们家狗打架 我两只只狗要咬在一起 别吵 好 下个问题 老何好 今年春天买的LOS花后压枝 冒了一个很强的强损 问下一步如何操作 有花苞了 好像 你说没有花苞 我看是有一个花苞了 那你这根损 也就这个高度 结束了 如何操作呢 有 有两个方向吧 你可以 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棒棒糖的应用 我觉得 这根质地的杆子很挺刮 很好 棒棒糖怎么操作 上面的掐一下 花苞掐了 然后下面的这些压的 咔嚓咔嚓咔嚓 全剪干净 然后会产生分支 产生分支以后 你就管了上面这些分支 修成一个圆形 然后下面如果产生分支 全剪了 底端如果再出来 损压 就剪掉 那么这个棒棒糖 到了今年秋天 就会有开花了 也蛮快的 那么具体操作 您可以看上面那个标签 我以前操作一个的 就手把手教怎么样做棒棒糖 你这个完全可以按我那个方法做 非常健康 非常强健 页面油量很好 非常好的品种 这种这种品种就不太要担心那个病虫害 好下个问题 老何您好 忠实观众 每天都收看 想帮忙看一下是否健康 坐标北卡温度25到35 北卡这么热的 没想到北卡夏天这么热 三年前种下的 每天早晚两次浇水够吗 你这个我看看是够的 但是我建议你晚那一次 你提前到中午或者是下午的三四点钟浇 这样会能够减少很多病虫害 虽然看起来你的月季还是蛮健康的 你不用担心 下面的这些黄叶什么的应该是正常老化 就是你在修剪上还要多学习 我那些修剪的视频 老视频可以去看看 你中间还是太挤了 这个页面看不出来 下面的叶片有点黄都不用担心的 然后还是缺水的 看这个状态就很明显 然后你的土啊 上面盖的东西 你很容易辨别不了你这个月季 是干还是 是干了还是那个 就是月季我们判断它干还是不干啊 你不要去判断 上面的花苞啊 嫩芽啊都搭拉下来了 你搭拉下来了就非常伤的 那种搭拉下来很有可能经过两三次就直接休眠掉了 因为我我们后面应该还有案例啊 他那种休眠掉的 你这个还算健康 所以你你这个浇水 我的建议还是就是 你中午 中午去浇 然后整个页面一起喷零吧 拿管子 这样会更健康一点 好我们下一个问题 坐标 俄亥俄 哥伦布 四月底买了两盆灌木月季 遇到红蜘蛛黑斑病 都是按我视频里买回来的 买回来药啊 救了 救回来了 现在交左叶 第一盆是中大灌木月季 不能遞灾 就用了大盆 现在一直有花 越种越好了 很棒啊 然后黄色月季 也很棒 我们看一下 然后他有个问题 就是那个 像这个他直接给出了这个问题所在 这个地方有个花苞了 怎么办 你这颗叶子 你这个有红蜘蛛啊 他说他治回来了 对 那你继续还是要水去冲 连叶子一起冲 治回来了会复发的 因为你也不可能永远用药用药 是吧 你后期的保养还是用水冲吧 当然已经产生这种 锈斑的是恢复不了的 这个牙已经有花苞了 我以前有期视频里面出过 就是我的处理是等他花开了 开完以后咔嚓掉 那么你要着急 现在就咔嚓掉 也可以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看一下他的那个原先的状态啊 原先的这个是就是那颗黄月季 然后现在六月份开花的样子 看越种越健康 像这种如果一开始就调理不好 越种越休眠的话 就就各种病虫害都会都会清洗而来 你如果越种越健康了 你看他的页面都油亮起来了 就整个就良性循环了 非常棒 这个作业我喜欢 把黄月季都种得这么好 底下还有一些被鸡马咬过的痕迹 没关系的 已经治好了 顶上已经没有了 好 我们下一个问题 第一次发邮件不知道对不对 发过来了 没没问题 最近每次看视频做做家事 边边做家务边看啊 晚上还要看两三点 还是要休息好啊 希望院子越来越美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问题 问我这个小苗是不是该剪掉 应该是不能剪吧 对呀 你看了我这么多视频 当然不能剪 看